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久没到我们节目来了 今天来为我们介绍一本书 对不对 而且是你出版的书 是我出版的书 亚言出版社出版的书 然后这个作者是一个韩国 可能是韩国籍 我不知道他怎么入籍 看他的名字就是韩国人 对 他是韩国裔还是韩国籍 我不太清楚 因为他现在人是在英国 他工作地点在英国 是剑桥大学知名的经济学家张夏准 张夏准 那书名叫做拼经济 我先想讲一下 为什么我要出这本书 我想大家如果听 在长久在follow Joyce时间就知道 我虽然是学文学的 可是我一直对经济还蛮有兴趣的 然后呢 所以我一直 你还常常教我 怎么样写书赚钱 或者是写字赚钱 我知道 当然你对经济有兴趣的话 你当然会对人怎么赚钱有兴趣 因为人怎么赚钱 本来就是经济学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可是我也观察到一件事情 很多在学校本科 是学经济的人 他们本身不是很会赚钱 然后或者说呢 这个 就是说呢 可是我发现很多 应该要很关心如何赚钱的人 他们又对经济学没兴趣 所以呢 这是为什么我一直很想要把这个人的需求 读者的需求 跟这个 有办 跟那个设计 跟那个刚好一个正确的书连结起来 就是说 我长久以来一直想要出一本讲 拼经济的书 那我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没有看到适合的 因为虽然经济学的入门的书很多 可是那个写法并不是我喜欢的写法 因为最常有了经济学的入门书 我们知道如果学校的教科书的话 经济学入门的话 常常就是生产消费 这个总体 还有个人个体 分章写 然后可是呢 教科书的那个写法又太干燥了 而且有说教科书的学法 只是在解释学理而已 不见得跟我们的一般的社会 一般的读者需求 有扣紧 然后呢 市面上很多这个经济学教授 写的这个经济学入门书呢 他们都觉得学理很重要 所以呢 他们是古典主义啊 亚当斯密啊 马克思啊 一张解释一个学理 那我又觉得一般的读者 并不见得需要知道那些学理 因为一般的读 一般的我们的一般老百姓 我们就是知道 因为我们从民主化以来 我们就一直关心平经济 平经济 然后呢 我有观察到平经济这三个字 在台湾已经变得空洞了 可是我认为那是原因 是因为大家对于 平经济这三个字代表什么 没什么概念 所以长久以来 我一直想要找一本书来解释 什么叫平经济 平经济不就是赚钱吗 就是赚更多的钱 不是这意思 等一下我们还可以讲 平经济这三个字来的 那我要说呢 我心目中的一本讲平经济的书 除了要解释个人跟国家 什么平经济之外呢 然后呢 刚好他的需求 刚好就是我们认为平经济的人 想要平经济的人 应该要知道的呢 还有一个呢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 是这个作者必须要立场中立 什么叫立场中立 就是说他要不左也不用 就是说他也不是主张大政府 也不是主张小政府 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没有找到这本适合的书 然后刚好呢 我看到张夏准终于写出了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理想的中立的 而且又是符合一般老百姓的需求的 而且张夏准还有一个好处 所以我预先还没有预估有的 所以这个人是一个熟悉东亚经验的人 因为他是韩国人 就是所谓的儒家文化 也不是儒家文化 我要说哈 因为东亚经验在全世界来说 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 我们都会说东亚呢 亚洲 韩国啊 台湾啊 香港啊 新加坡啊 可以起来的话 通常一个严格的一个说法 叫大宴理论 或者说呢 我们最主要的市场 都是因为我们加入了这个 美国所领导的这个世界贸易体系 我们要想想看 为什么我们说 这个亚洲 东亚经验是特殊的 我们拿来跟拉丁美洲对比就好了 拉丁美洲离美国那么近 可是拉丁美洲的话 大家要解释拉丁美洲 经济为什么落后的话 他们那个理论叫做依赖理论 就是说他们一切都太依赖 明明他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可是他们依赖美国了 反而他们失去了那个经济的自主性 所以我们东亚 其实东亚的四个 所谓的四小龙 其实大家的经验都不一样 举个例来说 我们现在去看这个四个国家 就是说台湾 韩国 香港 新加坡 你可以发现四个国家 当年采取的这个政策 是完全不一样的 举个例来说 好了 我们想要台湾的电子业 我们就想到很多本土产业 对不对 就算你没有买股票 你也都知道红海 台积电 就是台湾人自己创办的企业 你去观察新加坡的话 你会发现 它的制造业也很强 可是它没有像台湾跟韩国一样 去发展本土的 自己的制造业 所以说它的制造业强的原因 是因为它用吸引外资 而且呢 让这个外资要 要用什么 我都给你的方式 所以你可以发现 新加坡的制造业者 都是外商 这个就是跟我们模式不一样的 那同样的 我们跟韩国也哪里不一样 我们至少 我们不会像韩国 这个有那种 就是大财法制度 那个韩国 这个就跟日本很像 然后我们现在 当然跟香港也很不一样 因为香港现在是几乎没有制造业了 台湾还有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我找这个 我说我出张夏准这本书 我说张夏准这本书 还让我意外一点 就是说它是超出我预期的 它算是一个熟悉 东亚经验的人 因为台湾的经济发展 必须要放在东亚来看 我们才能够理解 我们的特殊性是什么 然后呢 张夏准这本书 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呢 是它推翻了很多 这个我们一般人 对经济 拼经济的看法 那我要先讲 什么叫拼经济 大春你有没有想过 拼经济这三个字 并不是我们小时候有的词 不是 拼经济其实它来自台语 拼经济 一开始它是李登辉的口头餐 就是说 因为我们是到了李登辉呢 我们才突然出现了 就是说 好像 因为本来我们的官员 都是讲 一定要讲国语的 那李登辉呢 是因为他讲台语 真的比较顺 所以李登辉开始呢 常常在跟下面人训话啦 接受访问的时候 或公开演讲的时候 他虽然就是念稿的时候 他念的是国语 可是呢 只要给他自己讲的话 他不死就一个台语 就跑出来了 所以拼经济 拼经济 是从李登辉开始常常讲 然后呢 报纸之后 有文毕录之后 跟着写拼经济 要把打拼那三个两个字 因为你想想看 大春你从前 在报社工作的时候 打拼这个词 在媒体上 你不会用的 对 因为他不是国语 他不是标准汉语 可是没办法 因为李登辉 开始爱讲台语之后呢 开始从政治版的话呢 必须把李登辉的台语 写成汉字了 所以其他的各个版 就开始 就开始有大量的 台语的语会 开始进入了 我们的媒体 所以呢 台语的语会 就变成了 台湾的通用的汉语 然后呢 拼经济 这三个词 是这样子出现的 然后呢 到了 到了2000年之后 政党轮替之后 开始拼经济呢 我说呢 他开始在 这三个词在台湾 变成空洞化原因 因为他变成了 一种万用的语 只要政府 想推什么政策 是一般 是你不喜欢的 你就 你也不知道 要批评 那个政府 那个政策 就批评说 你都不好好 拼经济 我举个例 就是说 所以他是反面 就是他变成了 不拼经济 就是说 因为一般人 对于拼经济 是没有什么共事的 怎么个拼法 所以 而且呢 每次要讲产业政策的话 一般的民众 都觉得离我太远 所以呢 马上的政府呢 明明 陈水扁在提 这个军购案的时候呢 然后呢 他也有在想产业政策 因为那时候提出 产业政策 叫两兆双星嘛 那一般人要去批评 觉得说两兆双星 离我们太远 可是呢 因为他不喜欢军购 就讲说 你都没有在拼经济 那我要这么讲 反军购 军购是可以批评 因为军购的话 严格说起来 他牵涉到说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国防 还有我们需要 什么样的军工产业 你就针对这个来讲就好了 可是一般人 又讲不出这个内容 所以他就讲 你都没有拼经济 那我要说 那后来呢 我看到在蔡英文时代的时候呢 有人开始在推同婚的时候 同样的同婚的话 我们就来辩论 什么是婚姻的意义 然后为什么同志需要结婚 然后呢 伴侣关系不够吗 为什么一定要结 为什么要一定要结婚 然后民法跟专法 这个意义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这样就好了 可是你也可以看到一些人 就是很不喜欢同婚人讲说 啊你都不好我拼经济 所以我说拼经济是三个字 这三个字 变空洞是这样子 那这也是让我为什么说 我一定要这个 来出一本讲拼经济的书 然后我说这本书 它有好几个好处呢 是第一 它推翻了我们很多人 关于拼经济的看法 其中啊有一个啊 我说呢 你一定要记得的 就算你不读这本书 你不想买这本书的话 你一定要记得一个重点 经济学95%是常识 什么叫经济学95%是常识的 它的意思并不是说 经济学不用花脑筋 不需要研究 我要这么说 大春 你觉得文学算不算常识 文学里面有非常大一部分是常识 可是大春 你没有发现 很多人念的文学系 念到了这个 这个博士了 给他看一篇很好的小说 说他会认不出来 他会看不出那有什么好 那就是他的整个专业训练 取代了他的生活体会 可是你没有发现 这种人还蛮多的 这种文学博士还蛮多的 这就是博士的价值所在 对啊 就是他取消他自己的生活感受 就是说 取消他的经验能力 取消他所有的 最基本的作为一个人 然后他就会进入到一个 非常专专专专专业的领域里面去 取得某一种他人 不可能去拥有的成就 这是很可贵的 他牺牲他自己的尝试 可是你不觉得 这个有一些洞见的能力 也不能用解释说 你书读的不够多 也不能 因为你很多人真的是书读的非常多 那是没错 然后他也很努力 他也觉得 他很努力 他也觉得 他也觉得他很努力生活 可是呢 给他一本一个很好的诗 给他解释 他还是解释不出来 然后给他一个海明威的作品的话 他还是看不出说 他为什么就不能直接把故事讲清楚 他看不出那好在哪里 所以我要讲说 这个经济学95%是尝试 是什么意思 这个就跟文学95%是尝试一样 文学95%是尝试 可是这不代表说 文学博士就有办法理解好的文学 到底好在哪里 经济学95%是尝试 并不是说经济学是一个不用花脑筋 并不是说经济学很简单 因为这有点像说 你说哲学 文理学95%是尝试 可是这不代表文理学不需要花脑筋 是的 可是他至少也讲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念到博士的伦理学家 要他想一件事情的是非的时候 他会想出很可笑的结果 我也觉得是跟文学一样 然后呢 所以呢 那我说那什么意思呢 经济学95%是尝试 那你其实 然后我的这本书又讲说呢 这个 我说经济学需要你花脑筋 为什么你要花脑筋 因为这样子你才不会迷信专家 那我知道很多人就会讲的 你又说经济学需要花脑筋 因为我们不要迷信专家 不是有一句话叫做 数业有专攻吗 你这样如果不要我们迷信专家的话 那你是不是搞民粹 因为最近又有一本书 在讲专业之死 因为人人都自以为是专家 那这样不是天下大乱了吗 那我要讲经济学 这个学问是这样子 首先一个经济舞的问题 常常专家是没有共识的 你可以发现说 那个你说蔡英文 想要这个做这个前瞻 这个建设 就是要做铁轨建设的话 你会发现 五个经济学家 他们看法也不一样 同样是反对 同样是赞成 他们甚至赞成跟反对的理由 他们说了 他们说法也不一样 就经济学是一个 任何一个简单的问题 专家都没有共识的学问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说再怎么来说 我们在选举的时候 我们都认为我们的重点 不是要讲统都 我们就是讲经济就好了 因为每次到了选举的时候 每一个候选人都说 他是要拼经济 我现在拼经济 我说连专家都没有共识的 那我说 为什么说 我讲这本书 因为这本书有个重点 为什么说 经济学95% 是常识 因为他的主张是 每一个人民 就是所有的小老百姓 你跟我 我们这种大学 根本不是学经济学的 我们也要有一个 基本的经济素养 我们才有办法 变成经济公民 有一个人民变成经济公民的时候 让经济学 如何拼经济 变成了一般人的论述的话 加入一般的对话 公民对话的话 对一个国家怎么拼经济 才有帮助 我要怎么说 为什么经济学需要所有的人变成 也不是所有人 就多一点人变成经济公民 加入这个政策的对话 因为经济学 经济如何拼经济 他需要照顾到人民的需求 资源的限制 跟道德的价值 因为专家就跟你刚刚讲说 读文学一样 专家你也讲专 专的意思就是说 他的眼界一定是很狭窄的意思 他不可能理解 所有人的人民需求 或者说他都在美国念书 所以他一天到晚 在看了很多美国人写的论文 所以他可能对台湾的实况脱节 我举个例来说好了 我的行业是出版业 出版业这两年 跟经济学最有关的一个辩论 就是到底要不要制定统一书架 对就是定价制 定价制就是说 不可以 是不是政府可以定政策 说你不可以在输出来的时候 在网路上买到七九折打折的时候 大家就统一定价 然后呢 我要说 我知道文化部有找专家来做研究 那是在老实讲 这个背景是 我大概知道 早在罗应台时代 就因为看见了 或者说 国外 法国 主要是法国 是邀了一个法国文化部的一个类似部长任务 跑到台湾来 开一个什么样的会议 然后就大肆地鼓吹说 这是定价制使得保障了这个法国的出版业 其实跟台湾的在地的情况是有很大的差别 我要这么说 很多时薪定价制的国家 他们实施的那个背景 跟现在台湾的背景已经相差很多了 因为对他们对方实施那个定价制的时候呢 还没有网路书店 还没有说人民还没有习惯七九折 所以我讲说这个叫做市场限制的问题 就是 那现在还有一个就是说呢 我们知道定价制 他一边呢实施的话呢 不实施的话 就目前的现状 我们消费者跟我们出版者有买卖便宜书 有打折书的自由 有买卖的自由 然后实施之后的话呢 你会打 你会呢 好像是说 你感觉是实体书店跟网路书店的之间的竞争点变平等 因为他之间有平等跟自由之间的 两者的之间的 要如何折中的问题 所以呢 这个叫做说 他牵涉到道德价值 你就是说经济学家在想这些政策说 他没有办法照顾到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是什么 而且他也可能没有在想说 别国如此跟台湾的这个背景是什么 所以我说人人不能 人我们每一个老百姓不能够相信专家 问题在这里 然后呢 我再举一个例 这个在这个台湾九十年代的时候呢 开始一个产业一个产业在松绑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我们的经济学家最喜欢讲自由化 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是自由化就是好处 的确如果金融业自由化的话 两千差不多九十几年开始 民国九十几年开始 我们大家都开始有了信用卡 的确就让我们花了很多钱 这样子 因为说有了信用卡在 方便了 信用卡在我们身上实在太方便了 我们想要买什么东西 我不用去想说我们现金够不够了 那到了两千 到两千零五零六之后呢 我们开始也买起了共同基金 所以那个的确大大增加了银行业的这个营业额 是 可是呢 我们也知道也是因为自由化的结果 2008年就一大堆人踩到了雷曼的地雷 雷曼债卷的地雷 所以我是说自由化一定好吗 他有他的 他有他这个好的一面 也有坏的一面 这个我又说呢 所以呢 当你在听到专家在提倡哪一个政策的时候 这是这个这本书里面一直提倡的一个观念 你听到一个政策的时候 你要赶快想谁受益 谁受益 举个例来说好了 那个马英九时代那时候说要归于返乡 其中有一个政策叫做 把这个移政税的上限 从50%砍到了10% 我们一听到的话 我们就知道这个我们没受益 因为这都是最有钱的人才受益 这样子 所以呢 我说呢 这个是 这个是那个 你要记得 所有的政策一定都有人受益 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标明性专家的一个原因 是啊 因为专家不在产业界 因为我们都知道专家在所谓的学术界 学术界基本上是一种很特殊的一种生产环境 特别是我们呢 开始要来拼研究型大学之后呢 我们呢 是把这个 这个教授的这个升等的方式 或他的工作保障呢 绑上了论文点数 那论文点数呢 这个论文点数呢 是要在发表在国外的 它的点数才高 就SCI跟SSCI 意思就是说呢 基本上因为台湾的大学 本来是没有 重视研究的这个环境 那现在我们突然就说 你本来只要教学就好了 我们把它变成重视研究 可是问题就来了 因为我们没有研究的文化 所以呢 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做评管 所以我们想到了一个政策 什么叫论文点数 就是我们把研究的评管的工作 外包给外国 外包给外国这些期刊 外包给外国这些引用数 想说 我们没有办法评管 那给国外去评管就好了 这就造成了一个结果 就是我们的学者呢 在想论文题目的时候 他想的是说 什么题目可以上外国的期刊 那我们知道 最适合上外国的期刊的 一定是外国的 已经发表的 现有的知名的论文的补充 已经有一个论文 引起大家讨论了 我给他做一点小补充 就是简单的说了 让我们所有台湾的学术界 变成了西方学术界的 富贼组织 台北FM98.1 News 98新闻台 9月20号星期四 Joyce时间 今天我们介绍的是 雅言出版的一本书 拼经济 一本国民指南 作者张夏准 不过刚才我们的话题 还放在专家 第一个没有共识的 第二个 他不能照顾所有的道德观 第三个专家常常 我们刚才提到 台湾现在的学者专家 在他的学院环境 里面很可能还是西方 或者是美国 学界主流的附水组织 对不对 我刚才讲说我们不能 经济学这个东西 拼经济你绝对不能明信专家 那我说这违反一单人的想法 因为书业有专攻 可是我刚才讲了好几个理由 一个是专家 对重要经济问题 专家是没公式的 第二专家不可能照顾 所有的人民需求 跟我们的资源的 特殊的限制 他每个人的道德价值 还有第三 专家有可能是给特殊的利益工作 因为他可能接了金融业的案子 所以开始在鼓吹金融业自由化 什么什么好处这样子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 就是说我们的专家 因为他是在学术界里面工作 他的研究常是为了拼论文点数 意思就是说 因为我们是把我们的学者 研究的评管工作 我们外包给外国 然后你有在写论文的 你就知道 常常你如果是提出了一个 最新的理论的话 常常这个期刊审核的时间 会特别久 因为你提的东西太新 因为你懂的东西太新了 所以他当然要花比较久的时间检查 那常常是 你已经是现有的知名理论的补充 这是最容易发表 最快发表的 所以我会说 当我们台湾的学术界 开始评论文点数的话 我们的学者可能就跟台湾的 实际的问题脱节了 这个大家可以想一下 在我们20年前 就是我们的学者还没评论文 开始评论文点数的时候 这个报纸上的民意论团版的重点文章 全部都学者专家在写的 现在我要说那些论坛版的主编 也蛮辛苦的 因为现在他们有一个题目 他们明明知道有一个专家 刚好对这个是最擅长的 他打电话去给他的话 他可能要不道稿 因为他在忙他的其他的事情 因为他都论文点数 所以他现在还会觉得 他现在没有空研究这个 所以我会说 这是为什么说 一般人也要来 自己要来懂经济 因为专家你已经不能相信了 然后呢 现在问题来了 因为一般人还是认为说 经济学应该是一个高深科学 特别是打开教科书的话呢 里面都是数学算式 那这本书有一个 又有一个让一般人很惊讶的重点 经济学不是 不只不是高深科学 他连科学都不是 经济学 这个委员会可能不会同意 他这么说 因为你看经济学 里面有一大堆学理 基本上他说 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一样 他呢 他都是某一种时空背景的产物 所以呢 经济学的学理啊 没有所谓的最正确 最客观的这种的 他只有最适不适合你而已 有时候适合你的国家的A领域 不见得适合你的国家的B领域 都是要看你的国家某一个产业 某一个市场的特殊条件 而论 所以呢 他说呢 那经济学不是科学 那是什么 他说他是一个政治思辨之学 政治思辨之学 意思就是说 你有任何学理 你有你想要做任何的 你想要做任何的政策 都一定有人反对 而且呢 意思就是说 这个 他当他说他不是科学的时候啊 还有一个 我们台湾常听到一句话 这个在经济学也是这个 不见得是对的 就是说呢 经济学也没有真理 越变越明这件事 也没有 也没有 因为他基本上 他是一个取舍之学 所以每一种政策 一定他都有他的优缺点 那当然你可以把这个优缺点分析 做的那个详细一点 然后你也可以预估 他的将来会有什么实行的话 会有什么效果 我这样讲的话 我认为一般人还是很难接受 为什么经济学 拼经济他不是一个科学 举个例来说好了 我们台湾呢 目前呢 就是有闷经济好几年了 那如果说经济学是一个科学的话 我们就去研究啊 哪一个国家从前遇过闷经济 然后呢 他后来是什么 拼经济成功的 我们整个拷贝过来就好了嘛 我们不是一天到晚在讲 他三之十可以工作吗 你可以发现在拼经济的领域 偏偏就是没有他三之十 可以工作这件事情 因为常常国外的政策 一来台湾的话呢 常常会有 拘越怀而为止的状况 我要说啊 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 我就想说 其实不只是经济而已 应该是说 所有牵涉到人 牵涉到公共事务 公共人跟公共事务的 几乎都有 拘越怀为止的问题 因为我也有在写 教养跟教育的专栏嘛 我发现其实教育理论 应该也是它也不是没有客观的 没有一个客观整理 它都牵涉到你的文化 还有你的价值观 还有你目前的环境是什么 我觉得最有趣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看到说 国外呢 这个可以用这个iPad 这个笔记型电脑 可以帮助学生学习 老师讲到什么话 大家可以马上用这个 再马上可以查资料 学生就可以主动跟老师互动 我发现一到台湾的话呢 就有一个完全跟台湾 就完全有一个状况 是国外没发生的 因为首先台湾的学生 并没有查资料的习惯 台湾学生看到笔记型电脑 看到iPad是想玩game而已 是吗 这是为什么台湾的学生 上课用iPad上课的话 是马上就有大灾难 这样子 我说呢 我说呢 这个跟牵涉到人有关的 甚至牵涉到政策有关的 都会有菊月怀为止的问题 然后我说他不是科学 那他应该是怎么样呢 那他有艺术的程度吗 我会觉得说 一个国家 一个政府如何管理经济 就是他出现了一个政策 然后他会跟这个市场 跟这个产业有什么样的互动 我会觉得真的很像 我们做生意一样 怎么说 做生意的就是说呢 有人很会做生意 有人不会做生意 可是呢 有人再怎么会做生意 他也有预估 市场会预估错误的 就是说 他在预想一个产品 他想说 哇这个稳赚钱 稳赚钱的 可是每一个人 都有看走眼的时候 是 因为我们知道 做生意牵涉到你预测的能力 预测的 然后呢 我会说呢 再怎么厉害的人 再怎么会做畅销术的人 也都曾经看走眼过 所以我会说呢 他是艺术也没有错 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呢 他牵涉到你实践的态度 经济 拼经济 当然不只是思辨人 因为你还要实践 如果你实践的话呢 我会说呢 就有点像这个 邓小平来讲的 就是说呢 你摸着石头过河 走一步 算一步 然后呢 有一些国家 有一些政府 的确是会在 变化都还没有发生的时候 就会想的比较长远 就会想说 我们是 这个变化还没发生 我们要先做什么 这个 要先这个 未雨绸缪 那有的国家是 变化已经发生了 经济已经到向下发展了 我们才在想说 怎么样才来解决问题 那有的国家是 问题已经发生好几年了 像台湾这样子 大家还在那吵 我说这个就牵涉到政治文化 牵涉到一个国家的一个民主态度 这也是会说 为什么呢 我要 我会出这本书 因为我认为说呢 我们把吵闹的时间 说短的话 就是大家可以加入这个对话 吵闹时间 说短话 早点达到结论的话 我们至少可以摸着石头过河 至少跨出那一步 会让就是会不会减少一些空转的时间 然后呢 说没有客观真理 就是说这个不是像物理化学一样 物理化学一个东西是真理 有一个前提是实验是可以复制的 你刚才说了很多 而且我们节目已经进行了接近三分之二 但是这个书告诉我们怎么拼经济 或者实际的例子 你还没有举出来 我刚才要讲说 就是说呢 你每一个国家 他有一个成功 他背后都有一些条件 所以我要说呢 你知道别国的成功经验很重要 可是你要知道 他背后的这个背后因素也非常重要 然后呢 因为我发现我们台湾最常常在讲 是说他山之石可以工作 新加坡人 为什么我们不能 上海人 为什么我们不能 我会觉得说 事实上我们可能忘了最重要的事情 除了一个经济学理 除了那个市场如何规划 政府可以扮演什么角色 我们可能都还忘了这个 这个台湾的特殊条件 那再来呢 我要解释一下 英文书名明明是 Economics The User's Guide 为什么我们书名变成拼经济 因为有人说说 你怎么没有造这个英文书名 大老师 我要这么说 因为这个作者啊 在书里面啊 用了一些篇幅来解释 为什么经济学的名字 英文啊 变成Economics 是一个非常误导人的 就是作者本身很讨厌 Economics 这个名称 来称呼经济学 第一 他说呢 经济学在这个 还在启蒙运动的时代 就亚当斯密的时代的时候呢 基本上 他是道德哲学的一支 就是说亚当斯密的自我认知 并不是Economics 经济学家 他的自我认知 他是一个道德哲学家 那我查了一下 其实到凯因斯 他的自我认知 可能还是哲学家 因为凯因斯大学主修 是那个哲学 他是因为数学很好 他后来才去对这个 这个Political economy 就是政治经济学 很有兴趣 然后呢 事实上呢 英文的经济学啊 因为我们从中文看不出来 因为我们中文的经济 是来自金世纪名 对 就是本来就是政治嘛 我们这个是应该 现在意义的经济学 是从日本翻过来 对 然后呢 英文的 这个外国的这个经济系 从Political economy 变成Economics 事实上是20世纪初 这个名字才改的 那事实上 这个作者 非常反对这个改变 因为他说呢 为什么要叫Economics 因为我们知道后面 如果是CS的话 好像Mathematics 数学 Statistics 统计学 他是会给你一个 科学的假象 而且他故意要跟你讲说 这个东西并不政治 不是Political 可是呢 作者认为 经济学的本质 它本来就是政治学 这是为什么 作者非常反对 这个批评 对Economics这个词 批评了很多 这个大春你记不记得 我们中文呢 还没有从这个日本引进 这个经济学这个词的时候 严富是怎么译经济学的 Economy这个词 怎么译的 他当在严富的翻译里面 他译成技学 统计学的技术 所以可是呢 我要说 严富的时代 这个时候新古典学派 已经出现了 开始呢 经济学的书上 出现了一大量的 这个统计数字 出现了大量的数学 算式的 这是为什么 这个严富用技学 就统计的那个技 计算之学 来译这个 Political Economy 这个字 台北FM98.1 News 98新闻台 9月20号星期四 Joyce时间 为我们带来的是 Joyce自己出版的一本书 雅言文化的 拼经济 好 张夏准在 拼经济这本书呢 他对Economics 就英文的经济学 这个字 他提出了非常多的批评 然后他告诉我们 经济学 这个学门 并不是一开始 就叫这个名字 因为他本来的名字 这个学门 刚出现的时候 在启蒙运动的时候 这个学门的名字 是叫Political Economy 那后来呢 我刚刚讲到说 严富在翻译的时候 他已经译成 记学了 统计之学了 然后呢 我要说 的确在 19世纪跟20世纪 之交的时候 经济学 发生了一个 非常大的转变 这个在 张夏准的 拼经济这本书里面 他就是说 新古典学派的崛起 而且新古典学派 变成了个 经济学的这个主流 这什么意思呢 这也是 为什么说呢 这个在书里面 他一直强调说呢 拼经济这个学问 你不能迷信 专家的原因 因为 在新古典学派 崛起之后 就是过去的100年呢 在经济学里面呢 拼经济这门学问 已经并不是 已经变成了 经济学的非主流了 什么叫 经济学的非主流呢 意思就是说呢 新古典学派崛起之后呢 经济学的主流 变成说他们不是在研究生产 什么叫不是在研究生产 因为你如果有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有看那个 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话 你会发现 他们的研究的主题都是生产 我们今天在讲 拼经济的时候 我们想的难道不是生产吗 想的不是说产业转型吗 是 可是呢 在新古典学派里面 就是目前的经济学的主流 里面呢 他们想的是交易 想的是市场 想的不是生产 这是为什么很多经济学家 来想国家们如何拼经济的话 他们没办法 他们不是一个很好的构思者 因为你想想看 对我们东亚经验来说 因为我说 我特别有强调 我的作者张夏准 是熟悉东亚经验的 对我们东亚的 这个四小龙爵 及号 包括说日本当年如何 可以在二战之后 可以如何这么快速的 有经济奇迹 产业政策是重要的 国家如何制定产业政策 是重要的 可是产业政策 在经济学里面 就是在学术界的经济学里面 它是根本就是 非常的非主流 非常末流 边缘 非常边缘 因为主流的经济学 并不研究这个 这是为什么说 拼经济 因为 阎哥说起来 就是大部分的经济学家 根本就没有在研究拼经济 这是为什么说 我这本书 书名要取成拼经济 因为它跟一般的经济学的 在讲的那个东西 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 而且你可以发现 那为什么说 这个产业政策 这么重要的东西 在经济学里面不重要 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因为最成功的产业政策 是制定者 并不是经济学家 我在这个 我们想台湾的话 最成功的产业政策 制定者是谁 是李国鼎 你去查他的专科 他的专科是物理学家 然后我在我的序里面 有提一个 因为我们知道 在90年代之后 这个 我们都讲说 在四小龙 因为台湾是表现最差的 那哪一个地方表现最好 是新加坡表现最好 新加坡90年代之后 那个产业制定者 他也不是经济学家 他是工程师 这样子 所以这是为什么说 最成功的产业制定者 他也根本不是经济学家 他们顶多 这些书 产业政策 这些书 根本就是说 他们是技术官僚 因为成功了 他们有写书 因为李国鼎有小几本书 可是那个书 并不是所谓的专业的 经济学家写的书 所以自然的 他在学术界里面的 就是在经济学里面 他并不是主流的书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他书里面一直强调的 就是说 一个学理适合你的国 或适合你的国A领域 不见得适合你的B领域 他书里面写的最好的例子 又回到新加坡 大家讲到新加坡的话 都讲到他的自由经济 因为他是最欢迎外商区 那里设分公司的 那我要讲 我们台湾一天到晚 在看新加坡成为 亚太的什么中心的时候 我们就说 我们要变成亚太的什么中心 我要讲 新加坡人家是 人家是被英国殖民过 所以呢 因为你要知道 你要变成亚太的什么中心的话 语言很重要 这是为什么香港 可以做亚洲金融中心 新加坡也可以做亚太的 很多很多中心 这个跟他们语言有优势有关 我认为台湾在怎么样来说 都不可能变 有那个同意的联络 但是台湾反过来 想的更好笑 我们要把英语变成第二国语 你忘了吗 那个真的非常好笑 这个是我十月 没有那个背景来搞 我下个月会再讲这个题目 然后呢 可是然后新加坡 然后我们要讲说 如果是我们要跟新加坡一样 变成亚洲的什么港口的 什么转运战略 的话也很难 因为新加坡刚好 在马六甲海峡 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 有那么好的地理优势 可是呢 我说新加坡它有一个劣势 就它土地太少了 这是为什么它的住房 一定要踩公屋政策 就是在新加坡 你在怎么 薪水在怎么高 你是医生 你都要住公共住宅 所以我说新加坡的土地政策 它就是社会主义 可是呢 制造业的话 它又采自由经济的政策 这就是说呢 这次又是张夏准讲的 因为很多经济学家 会说 我是马克思主义者 我是新古典主义者 我是自由什么主义者 我有意识形态 可是呢 经济学是不应 你拼经济是不应该 有意识形态的 你的国家有什么样的条件 你的国家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你就采用最适合的 那个政策就好了 你可以在某一个领域 是大政府 像新加坡的住房领域 是大政府 可是新加坡在其他领域 它就是小政府 我认为台湾也是 你看到你哪一个市场失灵了 照我来讲的话 我们的电视产业失灵了 我又觉得那个就需要大政府 因为你如果电视产业 很多呀 包括英国 你可别看 新加坡的这么有弹性 它跟英国也有关系 英国十年之间 它的交通部变成运输部 然后环境部有 包括国土的部门 这都跟他 是不是对他自己国家的治理 有没有新的概念 而产生的变化 连组织体制都可以跟着去 有弹性的变化 这个台湾做不到的 台湾很笨的 你不知道 我会做这个出版 我会出这本书的原因 就是我认为 每一个人都有变聪明的可能 真的吗 然后我认为啊 什么叫拼经济 因为政府当然 政府他也有 他书里没有解释 政府是非常独特的生产者 因为GDP里面 非常大生产是来自政府 政府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消费者 那政府有规范市场 还有介入市场的权利 所以我们在看我们的经济 哪里好不好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看的是个别的产业 个别产业哪里有说 这个有市场竞争 更多市场竞争是好的 还是说更多的那个政府介入是好的 所以说你自己 你自己有这个经济学 政府有可以有的各种工具的sense之后 你才能刻意给他要求说 政府应该如何拼经济 那再来呢 在书里面还有讲到一个 我们比较关心的 就是说呢 经济学 他这个书里面还讲说 一般的学术界的经济学家 因为他忽略生产这个领域 所以他也忽略了一个 对我们来说 对我们一般老百姓来说 最重要的领域叫做工作 其实我们老百姓啊 在感受我们经济好不好的时候啊 并不是说我们钱够不够用而已 还牵涉到一个东西就是 我喜不喜欢我的工作 可是你会发现 经济学家如果讲工作的话 他只会讲失业率 失业率和就业率 可是呢 我们都知道失业率跟就业率 因为书里面有很多讲说 为什么失业率跟就业率 这些是不够的 因为啊我们的很多人明明有工作 可能我们工作的收入也不错 可是呢我们还是觉得说 我们不喜欢我们的工作 因为这个工作的品质 我们有工作不止有工作很重要 工作的品质 还有说当你工作工时很长的时候 你是自愿还是非自愿就很重要了 你喜欢你的工作 我喜欢我的工作 所以我也常常超时工作 所以我可是我是喜欢我的工作的 可是我知道很多人超时工作 是因为他没有选择 对像我 我现在很多很多 我是超时工作的 你是最没有资格讲这个 我不是那么喜欢喂猫 我不是那么喜欢做饭 你讲这个你准备挨揍 你赶快说 好吧 那我要这么说 我们的工作状况 那你要知道 我们的经济学家 常常都每天是在统计 我们的这个统计 我们的失业率 要不然就是统计呢 因为最近大家在抱怨的工时太长的问题 所以也开始在统计我们的工时 然后呢 其实我就觉得我们的经济学家 少了一个很重要的数字 你知道很多年轻人去念硕士 去念博士 一开始也并不是热爱学习 不是 不是为了学术研究和深造 他们纯粹只是觉得 他们找不到他们想要的工作 没有办法顺利踏入职场 这个顺 这个数字没有纳入统计 而且没有去想说 明明不适合念书的人去念博士 念硕士 给台湾制造成多少浪费 我会觉得就是经济学家 不够关注的问题 因为你没关注 你就不会想要去统计那个数字 然后没有那个数字的话 我们就不会把它当作一个问题 事实上这个对台湾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呢 书里面还有提出一个概念 因为你要知道 在经济学的话 你有那个名词 就是你 一个名词就是一个思考工具 在书里面呢 还有一个名词 那我觉得那叫做思考工具 叫做时间性的不完全就业 意思就是说呢 明明一个人想要全职工作 可是呢 他没有选择 所以他只能找兼差 或者说这个 那我要说哈 因为呢 很多我们的经济学家 都在鼓吹自由化 自由化 所以政府就听这些专家的话 所以呢 就让很多企业呢 大量的使用派遣工 大量的使用兼职 我会说呢 这个的确增加了企业的经商的弹性 可是事实上啊 他对很多人的经济感受 反而是变差的 因为呢 一旦兼职工跟派遣工变多的话呢 意思就是说企业呢 随时可以把这个全职工 换成那个兼职工的话呢 自然的 全职的工作者跟企业呢 可以谈判的空间也变少了 我也会说 这也可以解释说 明明我们的经济数字 就是我们的经济的这些数据 是表现出在好转的 目前是有好转的 可是很多人会说 这个叫无感 因为这牵涉到说 大家的工作品质的问题 这个在书里面 他也讲说 这就是经济学家忽略的一个领域 工作不应该只是失业率而已 工作还有说 大家对于非自愿的这个超时工作 就是大家对工作的满足感 然后我们一天到晚在认为说 政府不够拼经济 那事实上政府会觉得说 数字看起来已经很好看了 至少有在好转了 为什么大家觉得无感 我说这是个原因之一 所以张夏准这位经济学家 告诉我们 你不要太相信经济学家 包括他自己 包括他自己 是不是这意思吗 对包括他自己 不过他有讲 是你自己要思考 所以这才是拼经济的秘诀 对你自己要有经济学素养 然后这本书就告诉你 一般人都可以理解经济学素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